3月29日据台湾媒体报道 杨承林和李荣浩稳定交往三年多 鲜少公开晒安爱 近日他在社群网站写下 晚上一抵达北京后 包括自己在内 工作人员的肚子都饿了 幸好有贴心的他默默安排了餐点 让他感动的是 双方即使没在身边也不停止关心 真的很贴心又大方 吃饱喝足的杨承林透露 终于可以安心去睡觉 但身为女艺人难免担心身材 毕竟隔天起床后 有一连串的访问和记者会 希望起床不要水肿 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透露 贴心人士的真实身份 但不少粉丝曾分猜测是李荣浩 Dial的狗粮 潮贴心 加分 可以嫁了 非凡娱乐将来报道